推动形成气顺劲组的盖使创业环境 中央军委办公室应发 关于进一步激励前军广大战部新时代新担当心作为的实事意见 在前军和武警部队引起热烈反响 日前 中央军委办公室应发 关于进一步激励前军广大战部新时代新担当心作为的实事意见 在前军和武警部队引起热烈反响 广大战部倍改振奋 身受鼓舞 大家表示 要不断提升强军打赢 担当作为的本领能力 鼓足新时代奋斗者的干劲激情 三立会具体推进强军事业 建设世界一流军队的藏搏力量 各级要把激励干部新时代新担当心作为 作为关系军队建设前级的紧要大事 作为党委领导工作的重要内容 学习讨论实事意见 军委机关各部门干部表示 当前 国防和军队建设站上新的起点 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 与行四个战略支撑使命任务 迫切需要把干部队伍建设得更有理想 更有力量 更有干劲 需要全军广大干部积极作为主动担当 各战区机关干部在讨论中说 我们要把激励干部担当认识 作为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的实际举措 既要求干部人格按党的原则纪律规矩 但是又在政治上激励 工作上支持 待遇上保障 身心上关怀 不断增强广大干部的使命感 获得感 荣誉感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 国防大学 国防科技大学师生在讨论中说 要坚持把思想相遇摆在首位 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和习近平强击思想武装头脑 严肃纠正作 等 靠现象 大力纠置和平击毙 引导广大干部以强烈的政治担当 历史担当 责任担当投身强国强击事业 用一贤人则勤贤致 自调整组件以来 第七十七集团军党委先后破格提罢 发发明经过连演连信 背勤注信等大项任务 最简单的优秀的优秀联主官 担任联主官 任命时与营表现突出的排长 直接代理联主官 树立起凭素质力深 靠实际进步的先领导向 三集团军领导在学习讨论中表示 要充分发挥干部好和评价的激励缘客作用 兼结落实军队好干部标准 要想大使 能干事 干城市的干部有机会有五排 强军兴军 要再得人 新式科协院先后与中国科协院等业所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共建军民融合协同创新和人才培养平台 为科技领军重点人才培养对象聘请两院院士代教 培养了大批高水平的金式科研人才 在学习讨论实事件中 发热党委一般人表示 要采取有利措施 不断提升干部强军打赢 担当作为的本领能力 培养大批刊当强军重任的高层次科技创新人才 大事业总是有风险的 不能希望每一项工作只成功不失败 西部战区陆军某旅领导在学习讨论中说 只有允许试错 宽容失败 积极为敢于担当的干部撑腰补尽 才能激发广大干部干事创略的热情 东部战区空军某部火箭军某团 中部战区陆军某团领导表示 在工作实践中 要严格按照实施意见要求 对干部的失误错误进行综合分析 对该人的大胆容错 不该人的坚决不容 防止会小问题性质 难容错 当保护反 高纪律松绑 满怀热情的关心关外干部 更能激发广大干部干事创略的热情 在学习讨论中 吴景和南总队许超支队支队长程林涛表示 要坚持严格管理和关心信任相统一 既要严格执行直接执法 评势神迹 教育整顿等政策法规 又要充分相信干部 尊重干部 维护和保障他们的正当权益 陆金某工程维护团政委谢文杰说 要采取有效措施 解决好干部加速就业 子女入学等实际问题 为广大干部投身强军事业解除后顾之忧 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旅组织官兵 严格按照新军事训练法规要求 开展高难度高风险克募训练 使部队战斗力得到提升 学习讨论中 该旅旅长陈刚说 作为领导干部 我们不仅要带头屡直进责 带头担当作为 带头承担责任 还要勇于为担当负责者担当负责 当盖世创业者的坚强靠山 不断浓厚有利于干部担当认识的环境范围 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创造新时代新辉煌 学习讨论实施意见 陆军青藏兵战部 战略之人部队某部 沈阳连行保障中心 某基地干部新潮澎湃 干金倍增 第七十三集团军谋理政委张英海表示 制度的生命率在于执行 我们要紧密协和实际 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确保文献精神落地见效 推动形成气顺禁足的大使创业环境 让广大盖部聪明才志充备涌流 创造活力竞相迸发 写发军报特约记者李嘉豪 通讯员金涛 郭琴 沙灵云 薛子康 雷赵强 马国喜 蒋昌蓉 董思伟 赵琪 范俊刚 丹文心 朱一丹 王学潮 何孝林 任发元 江学伟 周祥 陈亮 张石水 江本辉 上兴良 崔公仁海写 新华社北京12月26日电题 王喜荣 守护烈士阴魂36年的赤城老兵 齐歌宜 杨雅恩 那坡烈士陵园 坐落在广西那坡县城北的澎屑山上 从山脚的陵园大门到山顶的烈士纪念碑 有377集时接 一般人不行虚20分钟 而王喜荣因为年纪大加上腿不残疾 要走近一个小时 这条路 王喜荣整整走了36年 如今 王喜荣虽已从烈士陵园院长的岗位上退休 但他还是忍不住每天到陵园走走 他说 如果一天不来陵园走一圈 心里总觉得少了什么 1979年 王喜荣曾作为国防民兵少所少人 参加烟军作战 不幸被壁雷炸伤 落下终身残疾 1980年10月 他成为烈士陵园的一名专职守陵人 当时 还处在仇进阶段的烈士陵园 实际上就是一座荒丘野岭 山上不通水电 到处杂草同生 为了让烈士们长眠的地方更庄严肃木 王喜荣用一公一山的任劲 开始了建员和陵园管护工作 每天 他都会到山下附近的烙水和提水上山 认真清洗 擦拭每一座烈士墓碑 再把周围的杂草拔掉 清律垃圾 平整土地 种植树苗 白天工作忙碌到还觉得充实 咱熬的是晚上 王喜荣说 因为不通电 晚上陵园里黑灯虾火身手不见五指 陪伴他度过漫漫长夜的 只有动物与昆虫的鸣叫声 最初和王喜荣一起到陵园工作的 共有五个人 半年过后 其他四个人都离开了 1986年 王喜荣被抽调至广西民政厅工作 但他始终牵挂着陵园的一草一木 与战柳出生入死的那些日子 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时光 那半感情实在是割舍不下 王喜荣说 三年后 他又回到了那坡 回到了陵园 那坡烈士陵园 安葬着952名烈士 只要说出名字 他就能准确地指出烈士墓碑的具体位置 为了不让历史断根 英雄无名 他还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 搜集整理出360多位烈士的生平经历 所在部队 参加战役等历史资料 供后人缅怀 此外 他还先后帮助九名烈士找到了新人 江西集烈士谢国桥只有姓名被刻在墓碑上 其他资料信息早已丢失 2016年8月 在王喜荣和志愿者等多方努力下 谢国桥83岁的母亲冯月娥 从江西老家一路扎转来到陵园 在儿子牺牲37年后 终于在相见 作为自治区及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每年前来那坡烈士陵园祭嫂的人络绎 在看守陵园的同时 王喜荣还为前来贪官瞻仰的人们 当起了义务讲解园 英雄走了 但他们的光荣事迹应该被年纪 王喜荣认为 自己从事的不仅仅是单纯意义上的首领工作 更承载着一代又一代人对英雄的缅怀与劲脑 美国国家利益双月刊网站12月15日 发表题为欧洲的野行战斗机 英国在脱欧的情况下 会加入法国和德国嘛 的报道称 12月3日 西班牙国防部宣布 希望加入法格未来空中作战系统FCAF项目 参与制造第六代野行战斗机 和陪同飞行的无人驾驶辽机 然而 西班牙的这发声明 也招待提及英国今年7月公布的类似野行战斗机项目风暴 英国的风暴团队 已经与意大利莱奥纳多公司合作研发传感器和航空电子设备 而西班牙的文件宣称 荷兰也被邀请加入英国项目 报道称 FCAF项目 从一开始就没有提出邀请英国参加 这一点十分明确 原因可能是英国将脱离欧盟 然而从那时起 尽管风暴项目从理论上是FCAF项目的竞争对手 但欧洲飞机制造商 空中客车公司和法国打索飞机制造公司在涉及风暴项目时 不断发出积极信号 报道称 实际上有一种观点认为 FCAF项目和风暴项目或许处于某种复杂的求偶过程 这两个多国项目都扭捏的专作对对方不感兴趣 同时又抓住一切机会展示各自项目的吸引力 从而引诱对方最终提出合作 最近几十年的历史表明 隐形战斗机的开发和运营不但耗资巨大 而且容易面临严重超支 技术障碍甚至彻底失败等风险 多国合作有助于通过扩大抬购额 创造规模经济 从而分担研发成本 改善单位成本 这就是为什么英国 法国 德国和意大利 在美洲虎攻击机 阿尔法 潘气机 以及更加现代的旋风战斗机 台风战斗机等过去的战斗机项目上进行合作 然而 多国项目的发展一直受到阻碍 法国因此退出了旋风和台风项目 转而投入纯国产的幻影 负2000项目和阵风项目 诚然 FCAF和风暴两个项目在外面上拥有诸多共同点 两者都渴望为目前仍完全处于概念阶段的第六代战斗机 赋予人们所期待的一系列属性 当然 这两个项目存在着区别 严格说来 FCAF项目更新相于将在人的下一代战斗机 与无人驾驶的中程疗机名为下 一代武器系统结合起来 2018年10月 达索飞机制造公司公布了没有尾翼的下一代战斗机模型 今年7月 英国公布的双尾翼风暴战斗机模型可选择性在人 从整体看 细节多于FCAF项目 报道称 到目前为止 只有美国和中国成功开发出野型战斗机 而俄罗斯和日本看似可行的努力都陷入停滞至少目前如此 因此 尽管多国合作面临各种困难 但对于欧洲军用航空业来说 泛欧项目取得成功的希望要大得多 如果各方能够克服某些重大政治障碍的话 西班牙的声明暨表明FCAF项目和风暴项目都逐渐做大写事头强劲 也对两个项目能够克服分歧 发出了乐观的信号当然 这个信号本身也可能是外交博弈的一部分 在2018年的中美关系的跌宕起伏中 新冷战这一关键词营绕 中国与美国在2018年陷入新冷战了嘛 BBC中文采访专家学者 带你回顾2018年中美关系大事 我建议我们忘记冷战这个词 抓住中美关系吧 华盛顿智库威尔逊中心 基辛格中美研究所主任代博 R-O-B-A-R-T-D-L-Y 在该中心的中美关系年终回复研讨会中表示 冷战一词是强眼的头条标题 但无助于解释如今的中美关系 没有涵盖两国关系的复杂性和高速演化的特点 使用冷战一词来形容中美关系是完全不恰当的 美国前驻华大使瑞小姐Stapleton Ward认为 显竟然是不但很重的 对于今天很开心的词 在治疍中心之中 都预认对当然